小伙伴们,暗夜危机终于回归了 来看看这次有什么不同吧 在开局之后,会随机刷新一个要塞 也就是地图的粉色点 天黑之后可以在里面打博士 不过不建议大家去 因为人很多,很容易落地成河 还不如在天黑之前去找领主的麻烦 领主也是随机刷新的 在地图上有红点 按照上次的经验 领主那不就是移动的空头箱吗 本来想用载具直接把他撞死 没想到载具还会扣血 下来直接干吧 果然打起来很轻松呀 没什么压力 没子弹呢,可以打小僵尸补充 然而打着打着天黑了 瞬间出来大量的怪 这时候就要边走一边打 哎哟,好像被领主用石头砸到了 问题不大 先把乌鸦解决了吧 不对劲呀,怎么这么肉 我记得旁边还有凉蹦蹦 先跑路吧 哎,没想到领主的小弟这次变强了 如果要不多的话,不太建议大家来单挑